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歡迎回到我們的史萊姆農場第二集啦 這一次呢,我們要稍微來賺錢來解鎖新的區域,或是升級我們的工具喔 那有觀眾提醒我呢,我們上一次的螢光史萊姆消失了 但這邊的木蘭可以升級有一個遮光罩 有這個我們應該可以在白天也可以養他們了吧 那各種的材料也有自動餵食欸 我這也是很花錢欸,遮光罩大概425 可以,我們可以買一個 然後呢,我們就把這些放進去 我愛出收集一些食物回來了,不過這邊呢,先吃點這個 這個他最喜歡,所以一次有兩個結晶 這樣子應該夠喔 來,吃一下吃一下 好,讓他們長大 然後再貓貓應該很餓了 他吃下去了,有了有了 OK,我們大概養個10隻左右就好了喔 太多喔,真的會塞爆喔 我們賽斯啟動一個開關之後呢,似乎解鎖下一個區域囉 我們可以看一下能不能到下個地方 前面這邊應該就是我們的傳送門了嗎 有一個魔法陣的感覺耶 有欸,直接就傳送過來了,星光冰暗 來到一個新區域了,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先把地圖的迷霧解鎖好了 然後呢,帶點新東西回去 那我想這邊應該有新的史萊姆 這邊還有兔兔 哇,好多雞喔 我們好像可以多帶點雞回去咧 不過這都是一般的母雞 我想帶一些比較特別的小雞 那水果 我們家那邊的水果都還沒長大 因為我們全部一直吃的話 很快就吃沒了 林波近似乎會對島上每個區域產生不同的影響 在某些地方呢,會出現所有光譜的顏色 但在其他地方呢 則在光譜間交替或分裂 他們會活躍的變化 時而快速並持久 時而緩慢 我在這兒的第一年呢 每個季節看起來都不同 但顏色持續的時候呢 還是很令人欣喜的 欸,是因為這個彩虹島的關係嗎 所以他們顏色好像都會不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還沒有新的耶 裡面那個亮亮的 哦 啊,有礦石這也是要升級才行 然後這個應該也要有機關開啟 啊,在上面 要放結晶 啊,這個是放結晶進去對不對 可是這就是上面那種史萊姆 上面那個是 那個是蜜蜂史萊姆嗎 上面有一個六角形的 啊,有新的 這個冰的 怎麼可能要帶回去耶 新的都要帶回去 岩石的史萊姆 要繼續往前走的話呢 哇,好像有一個門耶 但他的開關在哪邊 沒有看到他的開關 這可能要先開前面那一個 哎,隱形的耶 啊 有隱形的 這有一個隱形的啊,會咬人 這個隱形兔,哎,怎麼都大隻的等一下 哎,沒有小隻的嗎 那是大隻的 哇 這個我現在沒辦法養 應該說他是攻擊型的 哦 我被打到了,我受傷了 這有點危險 那我先把抓到的岩石萊姆 先放家裡啊 這個小子應該不太會逃脫 就先放著啦 然後他會撞牆壁 這應該不會被他撞破吧 來看一下價錢 我們的結晶有上升嘍 只要有幾天沒有賣的話 那價格會慢慢上升 我像這個螢光可以賣到39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以累積一波呢 明天再來賣,等一下兔子 兔子抱走了 兔子 兔子太餓了 有時候太餓他們會亂跳 哇,這可能還要 哇,全部都逃,逃獄了耶 還是我太多隻了 全都逃獄了耶 再會了 太多隻了,我們養不起了 他自己可以加裝一個天花板啊 但是,不是要錢 現在有點不夠 我先睡覺到第五天 哇,他們到處亂跑耶 糟糕 我們這邊也太多了嗎 好像有點多 大概真的十隻就很極限了 跳好高 完蛋,沒有食物 然後趕快賺錢 然後換個音樂盒進去 價格有沒有漲 哎,有有有,棉兔的有漲 然後其他的價格然後差不多 我們可以拿來賣了 我們把那個高價的賣賣 我趕快放個音樂盒給他們 那應該開心一點 這個很高價 但是我們要留一點 有一些東西呢 要來做研究 然後我們上一次看到這個遺跡呢 好像是需要貓貓的結晶哦 這邊可以留個幾顆 這邊賣賣的話 應該很多錢 一組的話這樣就五百塊 那這個 哦 這個七百多 再來這個 這個也很多 nice 兩千塊了 趕快來升級一下音樂盒 現在他們太暴躁了 加上我們現在食物不夠 這樣子 三百五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吧 OK 有好一點嗎 不要再跳那麼高了 OK 那剩下的還可以加一個氣網 這個他就不會往上衝出去了 這是最後基本上全部都要升級滿 這樣子可以了吧 第一個要升級的是資源採集器啊 綿兔結晶十個 粉紅結晶十個 這個加血量 血量我覺得還好耶 我覺得能量比較重要 因為可以跑比較快 都是綿兔結晶 炸彈結晶 這個還沒有 營灰石礦石這個也還沒有 目前喵喵結晶 啊這也可以升級耶 增加儲存的空間 喵喵結晶十個 啊岩石在這邊 那還有一個細殺 那我們就先來升級工具囉 這樣子就好了 瞬間就升級完成 那沒有第二階升級了 能量的話看來後續還可以繼續升 這個升一下 哇 後面材料突然變好多東西喔 變好貴 能量芯片就是用在這邊的 然後我們的雞好像升出來耶 小雞有了 這邊也有兩隻小雞了 不同品種雞這樣可以升嗎 有很多奇怪的雞 好啦那總之這邊要把它升級一下 嫩草是小雞長大比較快的樣子 那綿塔光線呢 是讓下蛋增加 兩個看起來都要 錢還夠 還可以 小雞也趕快升一下 那接下來呢我們要去這個 上一次那個洞 我們把這個結晶丟進去看一看 會發生什麼事 那上次這一間呢 這應該是貓貓吧 哎呦哦可以哦 打開開關了 後面是有一個隱藏門 那這個我們應該也可以挖掘嘍 哦我叫動石就是這個 我們之後進化要這個材料 是我的傳送門啊 哎好多 各種的雞那我食物帶滿了 啊裡面是寶箱 啊原來只是拿寶箱啊 但這個東西好像比較好哦 儲存的內秤啊這也是升級的 但我們初期根本還用不到 這應該是第二階身體才用到的素材 那我們這材料呢可以放到經驗爐裡面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做升級了 ok 我們來把這個儲存槽 升級 現在可以存30個物品了 那他看起來可以再升級耶 但是 哎不給我升了耶 是現在還沒有開放嗎 他看起來可以升級兩次的感覺 這邊升成原水不知道該怎麼挖 他目前沒有挖掘機的樣子 那這看起來 欸這好像 喔真的是純裝飾耶 我們的通訊站好像也有新的 來電了嗎 聽說你正在一個充滿祕密和危險的 神秘島嶼上進行一個全新冒險 或許還有一些尚未被發現的 都是水果和蔬菜存在吧 你知道我不得不問 自從你我有提供穩定的 庫卡多巴果供應以來呢 我在資源木星達到了進一步的烹飪高度 但我吃膩了 全都是庫卡巴多 我已經沒有靈感和動力了 啊 ok 給我一個便隙的雪龍頭 哦呦哎 這個就是深層鹽水 所以現在水是直接從這邊收集的 以前我記得是要有一個挖掘機 所以現在這種水我們可以直接拿 哎那我們的傳送門好像有望的耶 這邊發現新的 啊這個就是蜂蜜 哇這個我們帶回去等一下 蜂蜜史萊姆 這個嗎跟 跟跟那個做結合吧 跟我們的另外一個 哎這邊有一個門 跟岩石做結合好了 哇我們好像跑到有點後面的地方 我找不到那個傳送點 然後也找不到那個鹽水 哎呦哎這什麼 安康史萊姆 這好像新的耶 安康魚 這個我沒有看過 哈哈 哎好可愛哦 哎這個很值錢哎等一下 這該不會是稀有的吧 這我記得這個價值一個大概五十幾塊哦 目前最稀有 哎變出來了哎哇 我想這個可能只有晚上才有 哇但我現在有點帶不回去 安康哦他吃肉的 那感覺很適合跟吃菜的做結合哎 啊黃金史萊姆啊消失了等一下 他在我面前瞬間消失 那個可以抓嗎 應該也是不行對不對 突然遇到哎 這個好像剛沒有解鎖到圖鑑 啊黃金史萊姆也遇到了耶 然後我們之前的招財貓貓 這邊有出現嗎 狂暴 哎沒有哎 他這個是沒有在這邊的圖鑑哦 哇好可惜哦 來看一下安康延時會長怎麼樣 哇哇好大隻 哈哈 好可愛 怎樣組合都好可愛 螢光的岩石啦 好啦現在可以吃蔬菜了 那另外的話他要吃那個肉 他其實好像吃一個 鴨子的東西耶 但是好像不是雞 他喜歡書有點不一樣 那岩石喜歡書呢在第二章 所以我們要先把傳說門蓋好之後 會比較方便過去哦 哇我們的小雞怎麼突然變那麼多 我這個雞怎麼長那麼快 以前應該沒有長那麼快 突然也變太多了吧好誇張哦 這個雞怎麼回事 我們只增加這兩個嫩草光線就這麼多了 哇 我可以把一般的這個白的小雞可以 收走了 這邊還有一隻大隻的巨型史萊姆 啊這個位置好像比較少來 這邊我們來餵他一下 吃吃吃吃吃 來看一下多少 30個夠嗎 好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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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個剛剛好 ok 飽了 噴出什麼哦 這個噴泉有什麼東西嗎 會 都是食物啊 好多食物好多食物 然後可以讓我往上 飛嗎 新的路 我真的耶 往上飛了哦 啊他要瞬間耶 往上彈之後要過去 來再一次哦 會 第二個按鈕 另外一條路嗎 哎 哎另外一個島哎 哇可以這麼隨意的去這麼多新的島嗎 有兩種路了 下面那邊還沒找到那個解鎖地方 迷霧還沒吧 鹽水鹽水鹽水 這個現在比較重要 這個量都好少哦 我還沒有收集齊 稍微來看一下新的區域 灰燼山谷 哦 火山區耶 那岩漿史萊姆應該就在這兒 哎那個亮亮的東西等一下 你是黃金嗎 你是黃金 黃金史萊姆要怎麼抓 應該說他要吃什麼東西嗎 哎又遇到第二次了 哎惡魔哎不是蝙蝠哎 蝙蝠是不是新的我好像 以前一代好像沒有看過他 好可愛 黃金史萊姆又再遇到一次了 那我記得那個機率比那個 招財貓貓貓還低耶 我就可以遇到兩次也是蠻幸運的 黃色灰塵傳送器終於能做出來的 只要250的硬幣就可以了 完成 有了 哎那這個 無法使用返回溫室的傳送器 所以應該 哦 要放裝置 那看你要傳送到什麼地方 哦他這邊可以選 哎我放在家裡的旁邊好了 他有些東西呢還要放就是 呃儲藏間啊 或是其他東西 他是永久安裝的 放這邊 哦有哎 哎我這哎 嗯 為什麼進去之後傳到這邊來 不是他那個傳送器 啊咧 不會吧 那個傳送器該不會是 我要放在野外然後 會傳到家裡來吧 所以我根本不該放在家裡啊 完蛋我這樣蓋的時候 是不是拆掉他就沒了 我應該要蓋的話就要蓋在 外面才對耶 哎跟我想像中的不一樣 我也是可以從這個地圖這邊 直接傳送回來 好像不是耶 那如果拆除之後可以還我嗎 他好像只有摧毀 完蛋 那我這個蓋這邊也沒用 哭了 沒了 我們要再收集一次材料了 不過至少呢 大家如果看我影片的話呢 就可以不用走這個冤枉路 記得傳送點呢 是要放在外面喔 放在家裡 沒有用啊 我們家裡其實就有一個 預設的可以傳回來的地方 只是我們要經過這個門才可以回家 好啦那我們今天呢 差不多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史萊姆農場2系列呢 別忘了按個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